大家好,我是CautionTape机器人俱乐部的创始人丹妞于 今天的话呢,我们在看一个我们今天万圣节的一个机器人竞赛 Vax机器人竞赛 Vax机器人竞赛本身的话呢,是专门针对 大概在四年级到十二年级这个青少年的一个机器人竞赛 Vax市井赛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机器人竞赛 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2024-2025赛季第一场竞赛 那么这个今天标志2024-2025赛季的一个开端 那么这个赛季的话会在2025年3月1号、2号左右 同时还是在Markham Pan Am Center进行我们的安大略省的省赛 那么那个的时候会在整个在安省画上一个句号 那么其中在安省最优秀的队伍同时会去代表安大略省 去参加Vax市井赛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机器人竞赛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 Vax机器人竞赛实际上在安省发挥的非常蓬勃 那在过去的九年十年左右吧 那其实安大略省每年都会有一个Vax机器人赤锦赛的一个世界冠军 从安省出现 那么在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器人学习训练竞赛的环境下 那我们也相信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加入到这个里面来 能够学到更多对于他们以后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成长 能够帮助他们以后工作的非常有帮助的一些Life skill 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的知识 那么在此我们Caution Tape俱乐部我们其实成立在五年之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发展 我们现在其实也在2023年我们也获得了市井赛的冠军 而且实际上是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双料冠军 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和孩子 能够参加到我们的这个作为我们的小伙伴 一起来学习参加机器人这个项目 好 谢谢 我看到现场有很多华人 华人的孩子 那么这个华人在这个区中的这个成员的比例是怎么样 在目前来讲的话呢 小学组和初中组的华人比例可能大概占到一半左右 那在高中组的时候的话呢 一般来讲因为有很多高中的这个功效的队伍 那么华人的比例可能大概占到我觉得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其实华人在这里面一直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优秀的成绩 其实在过去的五年 这个世界冠军其实都是华人的队伍在获得的 好的 谢谢你 非常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